HELLO 聊世紀 天天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来看保夹利亚人对上条盾人 这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图 向你介绍一下子方选择的文明 是保夹利亚人 保夹利亚人的特色是 他的民兵性是会自动升级的 而且他的骑兵拥有攻击速度最快的文明特性 这个马盾科技可以让他的攻击速度非常之快 让他的保夹利亚骑兵 这个上司骑兵作战能力更强 保夹利亚人他可以打马攻 还有重型投石车大冲车 都是后期的主力 所以保夹利亚人来说 他是一个不弱的文明 但是他的缺点也很明显 没有任何的经济加成 只能靠自己的兵工厂跟工程 气质造所的食物科技减免的备用 去做出一些优势调整 好,那接下来介绍一下条盾 那条盾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农田非常的便宜 在这个效果呢 让他前期可以高处撒下大片农田 获得这个经济力优势 那条盾人的最大的特色 还是他的骑士跟步兵的部分 都有这个近战防御率加一点的特性 所以到了帝王时代 防御率会多加两点 那条盾人的团队加成呢 更是可以让队友获得抗招响的能力 所以条盾人在团队也是非常热门的文明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呃,这个两边会怎么打 好,那这边看到条盾是MBL 然后子方是Dark 这两位选手呢也是在我们频道中常常出现的顶尖高手 好,那这里有线下魔防 那宝加利亚人这边呢 没有先打算找一个超级极限棒棒快攻 打个打法还是有可能是走先点封建再按棒棒的流程 好,这边肉吃完 这里先不要补过子 因为这里要先把野味吃完哦 再补过子 这边看一下保达利亚的前期经济的细节 好,这里四个人就去吃路就可以了 好,射掉 然后这个路吃完就可以去吃后面的路 好,这边点下了支部技术 好,十九人口 点下封建塞升级 然后按下了军营 那通常这时候下军营哦 棒棒出来的时间会稍微慢一点点 所以如果你想要打一个封建 点下去极限打棒棒的情况 就要先下这个 诶,要提到赶快去把木头挖起来 或是直接不下模仿的方式 去下军营 诶,结果MBL哦 反而是打棒棒的那一方 那MBL这边会有点劣势哦 因为他的近战防御力加一点的步兵特性 是要到城堡时代开始才会有 所以逃多人这边的棒棒 可能会缺一个装甲步兵哦 好,这边保达利亚人的棒棒 已经自动升级为装甲步兵了 但是条盾这边 还有20秒 这里被迫回头打一下 但是这边是想让装甲步兵跟上 这里拉了两只村民过来助阵 但是村民能够扛得住吗 有点困难,装甲步兵血量有点残 少了10滴血 OK,变成124 那保达利亚这边是135 好,看一下两边 装甲互打 第一只装甲要被收掉 好,Duck拿到了第一手的先发攻势 好 那这边按了几支枪兵 再补一支装甲步兵 OK 那我要点一下一级农呢 点个一级农田 待会我们来先撒农田如何 那如果这边按一级农的话 可能会断村哦 所以MBL决定是先撒农田 好,那待会呢 有这个肉再去补下一级农 那这个是避免自己断村的方法 好,这边Duck很早就补下了射箭场 哇,这个时间点 装甲步兵踩出去没多久 就出来了 好,MBL决定先去点下了一级伐木 好,先偷一下经济 那这里MBL要转一下肉马吗 还是要转毛兵呢 那这里通常是转毛兵会比较适合 会有操作空间可以去做细节操作 好,这边D先撒到装甲步兵 上面的装甲步兵高打D 击杀掉了所有的装甲 后面的马被戳到 MBL最后 虽然装甲空的好 但是赤猴却拉插了 OK,但没有关系 把最大的威胁中甲步兵搞定了 剩下都是枪枪毛毛了 就没什么问题了 这里赶快把家里围死 射箭场 这里再围,去围 好,这里木门 看一下要不要 卡个位 OK,有卡位有卡位 这里高手都知道对手想干嘛 好,今天这里要赶快围一下 不然会被骚扰到很麻烦 但是这个赤猴还是可以进来 那你就给他进来 待会用村民扁他一下 野心 好,这两只装甲步兵 想要用到他最后的架子 直冲敌阵 看到对手家里 两个人挖金 好,突然这个小兵出来了 好,这里一只村民稍微围起来 想要把这只赤猴打死 但是没有机会 这里毛病还是在骚扰当中 好,这里射箭场终于盖好了 赶快补下毛病 第二只毛病已经出来了 但是三个人挖金矿 那再以不出黄金兵种的情况下 这边出这么多的人去挖金矿 其实是蛮 呃,这里怎么会有洞 哎呀,MBL差一点 把这手给放了出去啊 但是MBL为了 把这些毛病给控下来 哇靠,这里死一村 也花了非常多的木头 这里木头消耗得有点猛啊 那些很多村民 因此没有工作 这个 MBL MBL 感觉围这一坨毛病 并不是那么的划算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MBL 这根鬼围 哎呀,太猛了 赶快把自己家里围死 准备要来上城堡时代了 好,邀身时代 赶快把家里围起来 是个好习惯 好,围死 就是一个很好的防守方法 好,这里渔池 要不要围一下 这里这里 对,这里叫自己的围 这个沙滩路 常常是被遗忘的地方 就很容易把这个地方给忘记围起来 然后对手就可以走这个湖岸 走进来 就尴尬了 好,那这边Dock是继续出毛病了 没有 MBL是选择了斩出工兵 准备要来升城 但看到这么少量的工兵数量 应该是有意识到了 哎呀 他应该是升城堡时代了 如果对方已经升城堡时代的情况下 MBL可能还是要先赶快把家里稍微围一下 OK,这个围都是小围小围 那这里也要稍微围出来一点点 或是这边直接围到死 要围到死 要围到死 但看起来怎么围 就是要花一点时间 MBL决定不围降 赶快打一个正面防守战 因为现在围太麻烦了 打个强军事 给对方压力 好,这边没有办法打到任何东西 好,奥加利亚人点下了品种 一级弓 这个一弓一纺只要150肉 相当便宜啊 好,奥加利亚人二级马卡也补下了 好,跟踪技术也点了 剩下城堡十代的骑士 开始出来了 二级 二级仿的骑士 合图坛 这边砍这些枪枪毛毛 绰绰有余啊 后面骑士有点被卡住了 没有办法输出 但是MBL骑士也出来了 条盾的骑士 虽然移动速度慢 但是防御率很高啊 现在已经近战防御2点了 跟这个奥加利亚的二防是一样的 好,MBL这边开始爆骑士 趕快把骑士淹过去 家里就不需要防守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啊 有这么一句谚语啊 这是谚语吗 不是啊 哈哈哈 OK 保加利亚人有点被压制在家里 后面的枪枪毛毛 让他有点难受 但保加利亚人这边 赶快拉残鞋的骑士拉走 哎呀 而骑士要是有活下来的话 待会生理再把鞋让拉起来 又是一条好汉啊 可惜了可惜了 这个骑士没有及时拉走 有点小亏啊 然后换MBL这边要撤退咯 达河这边的骑士数量有点多 当然这样也确定了 达河这边是没有开下TC的 那如果开TC的话 觉得是断存断到爆的 所以也不用担心他的经济会有领先的问题 反正是MBL 这边实在是害偷啦 给了一个TC 然后三个人挖石头 开始挖一下 因为他刚刚是靠这个买卖上层 吗 不是 这边是直接补了一个城镇中心 这边是直接补了一个城镇中心 3TC开脑 这边调整骑士 在高地高打低拿到一些优势 保达利亚人 健壮已经打不太赢 反正的撤退 好MBL三个人挖石 待会要不要补到五个人呢 那调盾城堡射城 也是游戏一面射城最远的城堡 所以这边城堡能早点盖出来 给对手的压力也是蛮大了 但是要等到帝王时代 才可以点下这个金冠科技 可以再一招 收下 好保达利亚人 这边把血量满得骑士 也把他拉出来作战了 这边胜率在前期的补血 是相当好用的 尤其是自己在打骑士的状况下 骑士不太容易残血回来的时候 拉个血量再继续占 对于整体的节奏 是有帮助的 好 修道院不在正前方 给对手最大的压力 但是最现在最大的压力 应该是MBL 因为MBL这边TC 开的实在是太多了 保佳利亚人 这边有骑士上的数量优势 这里要冲一波 要抓到村民了 这样子应该没地方逃 这里着想不下 往后拉走 PC还这边就继续射箭 二级马凯的骑士 真的很坦啊 那MBL这边也当年有个血像 可以转重装长枪兵 但是以3TC的情况下来说 要转 也不是那么容易转出来的 这里是MBL最 容易被一发带走的时期啊 大可也知道 自己要把握一下 这些机会 好现在TC是5加1 6点的伤害 骑士是4点的防御力 好 招强到一只骑士 不错 好 招强的生驴也死了 但是有遭到一只骑士 就不胜亏 好 挑战这边有抗招翔 应该是不太容易被遭到 好继续防守 骑士要继续出 3TC还能正常运转吗 哇可以啊 这就是调战最猛的地方啊 农田便宜 这里已经撒了一大片田了 我觉得大可他的进攻方向 有点错误了 赶快把这一区控下来 那MBL就会断存了 因为上面农田很少 当然打下面 就变成上面开始撒农田 大概就是这样的节奏 那MBL现在的打法 还算是非常稳健的 好 下第三个马咎 继续补下骑士的数量 胜率有继续按 继续让自己的骑士团可以补血 好这一波又想要上来 看一下状况 看到骑士慢慢变多了 本来宝加利亚人 这件事想要打一个骑士暴 给对方最大的压力啊 但是看起来自己反而是更有压力的 好 待会调盾有一根城堡之后呢 也可以让骑士去住进城堡里面 快速回血 因为拥有免费的草药治疗 骑士团的回血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调盾这边快挖石头 盖一根城堡 防守会相对简单 好 下面抓到一只生驴 右边两只生驴在着翔 应该能抓到 好 抓到了生驴 后面的骑士也被抓到了 但是生驴也是被砍掉 这只生驴着翔 又抓到了 哇 MBL生驴全部的招光光 好 两边的骑士大战结果 看起来是有点 Dark是有点劣势的 血量有点缠 但是他这边还是想把 最后的骑士价值给榨干 妈 这边血量有点缠 不如我们打到回府如何 回家了吧 要不要回家 好 那这边有一个细角 MBL这波会打赢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他点下了二攻 这个二攻 在骑士对决当中相当重要 比起你点二防 更有压制力 因为骑士的攻击力 是很快的 好 而且对方没有出箭矢的情况下 是不太需要点二防 二防的话待会再补一下就行了 这也算是MBL这边细节 打得好一个关键 斯基帝国真的是一款细节累加的游戏 谁的细节做得越多 胜率就越高 好 这边 法达利亚人受不了 转出了重装长枪兵 再继续打下去 法达利亚人也深知 自己没有任何的经济加成 桥盾这个经济血球会越滚越大 那这里最近还是要转一些 不用黄金的兵种 我们俗称的垃圾兵 去做一个反制骑士的动作 但这个城堡 想用阻止盖好 应该是没有机会了 因为这个城堡很多人来尬 这个并不是道德在盖的城堡 OK 骑士再次压了回去 城堡第一时间想要射僧侣 但是没有射到 好 骑士再次往前 好 这边展出了条盾骑士 MBL的条盾骑士 难道要登场了吗 直接戳僧侣吧 戳不到 僧侣跑得 比较快吗 0.7 骑士 暗一只而已 可能是暗好玩的 好 还是要进城堡 要进城堡休息 好 骑士的数字是0.8 所以照理来说是最知道生旅的 好 好 条盾这边点下了一级的步兵台甲 手推测也补下了 好 左边的城堡也补下了一个新的 哇 这个城堡 控制的范围很广喔 待会 帝王时代点下 尽管 这边就变成城堡联防了 会有火力交叉区域会出现 好 好 这边在尝试召响 召到了一只 但是圣旅还是倒地 骑士又再次一次开快 哎呦 这边召响的是乔顿骑士 乔顿骑士 乔顿骑士叛变的几率很低啊 但是还是被叛变成了 现实中 好 这边迎战 保加利亚人 骑士全部倒成一片 自己的优势完全没有打出来 尴尬了 遇到这么大量的骑士船 该怎么办呢 好 保加利亚人 这边先手升级了帝王时代 MBL抓到了对方 升帝王时代的一个时间点 对于打赢了 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喔 呃 其实保加利亚刚刚要升时代的情况 是不太需要跟对方打正面的 那他可能被MBL的僧侣给逼到了 直接上去把僧侣收掉 反而让自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困境啊 有点麻烦啦 家里到处都是骑士啊 而且还有调整骑士在这边走来走去 哇 很麻烦 哇 挑战骑士 打重装长枪兵 四刀砍死 好 保加利亚人也点下了手推车 MBL 这边多线骑士 带我出道 好 看来骑士对接MBL已经胜菌在握 也确实伤到了保加利亚人这边村民了 但是杀伤村民数并不是非常明显 还不到10村的村民杀底树 但是保加利亚人村民数已经明显被拉开了117村 对上133村 好 MBL这边又再盖一根堡 好 这边一定要出去打架 但是这边已经聚集了很多的桥盾骑士 好 再让这骑士直接被缩掉 再一根堡 应该也是要被建起来了 好 MBL现在是城堡打帝王 然后按了非常多的炸药桶 这边应该是杀恩巨型投射 好 上方又有聪明被抓 哇 死了三村 但是还好 田里面有重装长枪兵 快来防守 但是 枪兵的数量不够 好炸了 这个没有办法了 这次是两只骑士 应该可以再抓掉几只村民 好 这边看一下炸药桶 待会可不可以一发 直接炸掉 把这个城堡 好 后面还按了一台冲车 好 炸药桶一起出来 好 炸个一下 好 下边又补了一根堡 想要控住这块黄金 MBL 这边打得非常的凶猛 帝王是在这边也要补下了 好 这里保达利亚人转出来的东西是 双手剑兵 双手剑兵 保达利亚人的金冠呢 是这个血液步兵 可以增加这个步兵的防律5点 非常的坦 所以待会双手剑兵的防务力 可以高达大概是 1加3 9防 防务力非常的高 骑士没升攻防的情况下 只能打这个一滴血 所以保达利亚人 他的 坦度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用 但这边已经被控住黄金的情况下 农田数量现在不够多 打步兵的情况 还是要70片田以上 会比较稳定 跟打落马的数量 农田数是差不多的 好 这边炸到桶 想要炸 哇 还炸到一个 来 这边冲车过来 拉冲轮去扁 后面条顿骑士也砍得很开心 好 条顿骑士被收掉 所以赶快打冲车 伤害很高 走 好 条顿人 这边护回技术 帝王时代 已经补下 还有纵火技术 开始要来转 条顿骑士了吗 条顿骑士实战中很少出现 MBL看来觉得自己是胜券在握了 不打游侠 只转条顿骑士 看来你要打步兵 那我就要来打骑士团 真正的条顿骑士来了 好 从手见兵 这里还没有点下血液喔 我靠 条顿骑士现在的防御力是7加2啊 9点 跟你点血液步兵4 没什么两样了 好坦啊 条顿骑士现在的防御力是2加2 待会点下3防喔 变成近战防御10点 远防还有6点 哇 精锐条顿骑士升级上去 好 轮捏着 保加烈亚 双手见兵 砍刀头破血流 好 看一下MBL这波条顿骑士 能不能1%带走 Dark这边了 Dark这边的步兵还没有点下最关键的 防御力 血液 好 终于点下血液步兵了 当然现在已经开打起来不太好 趕快先测一下 再争取一下30秒的时间 MBL一升好精锐科技之后 防御力来到了10加2 13点防御力 哇靠 血量好100滴血啊 条顿骑士 条顿骑士应该是 四季立国里面的血量最多的 这个步兵单位 好 这边血液步兵科技升级好 防御力是1加8 9点防御力 对上13点的条顿骑士 看来条顿骑士的优势非常巨大 保加烈亚人双手见兵 只有60滴血 条顿骑士是100滴 各个方面机体来说 条顿骑士占上的优势 大可打出了GG 我们恭喜MBL拿下比赛的胜利 哇 MBL这波打得非常漂亮 条顿骑士出场的时机 非常亮眼 一上电用时机 然后赶快停下精锐 大量的骑士团 直接手撕成中心也没问题 保加烈亚人即使上了血液步兵 防御力还是比条顿骑士差了很多数值 攻击力21点 对上攻击力16点的双手剑柄 还是差距蛮大 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好经济的部分 是由条顿人拿到资源上的胜利 赢了大概快6000资源 这个农田便宜 自然就很容易农营对手 好啦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咯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到下期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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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